杀戮天王此时所在的位置 已经被李斯特的灵魂力提前做出了定位锁定 而在这些亡灵战士中出现的一刹那 李斯特所在的位置竟然毫无预兆地 和杀戮天王的位置进行了交换 而杀戮天王自始至终都没有意识到 这真正的危险早已经锁定在了自己的身上了 果不其然 就在双方的位置完成了互换的一刹那 杀戮天王感觉自己的血脉当中 有一种不知名的特殊力量在肆意的冲撞 撕扯着自己的经脉和血肉 殊不知 那正是李斯特早早就凝聚完成的亡灵之地 化成了无形姿态 全都在双方位置调换的一刹那 钻进了杀戮天王的血肉之中 而亡灵之力本就是听凭李斯特的灵魂本源 进行肆意调配 在这些亡灵本源 涌入杀戮天王的血脉之后 李斯特后续命令接连下达 属实是将眼前这个杀戮天王折磨的痛苦不堪 而对方又没有十分强大的手段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抹出体内这些亡灵元素的干扰 因此杀戮天王唯一能做的 就是强忍着自身当中传来的剧痛 发出痛苦的怒吼 然后不停的找机会想要最快速度的 绝杀李斯特 然而他很快发现这些亡灵 对自己产生的影响 根本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不管他用怎样的办法 洗涤自己的经脉 都没有办法将亡灵之力 带给自己的影响彻底去除 你不是很猖狂吗 小伙子 还对老子竖起了宗旨 今天我就让你明白轻敌意味着什么 在你我这种级别的战争当中 小瞧自己的对手 是一种最低级的错误 我原本以为你们八大天王 全都是整个盈州大陆西域最顶尖的存在 根本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如果你稍微对我有所防备 也绝对不可能被我这样的手段 禁锢住手脚 可是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我将会让你看到属于我无与伦比的力量 果不其然 就在李斯特的话音一落的瞬间 他的背后毫无预兆地展开了 风之魔龙的双翼 整个人虚空顺势飞起 强大无比的风属性漩涡 开始在李斯特的面前疯狂凝聚 而后朝着下方行动力大受影响的杀戮天王 发出了猛烈的进攻 每一道风属性弃拳 都带给了杀戮天王难以想象的生命力摧毁效果 这些漩涡在锁定了杀戮天王本体之后 不但能够进一步 推动他体内的亡灵元素的疯狂游走 还会给杀戮天王的体表和肌肤 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殊不知 这些风浪都会锁定在进攻目标之后 化作最为锋芒毕露的匕首 看起来是一道漩涡 可是和杀戮天王的血肉亲近起来之后 就会变成无比残忍的锋刃 像是有数不清的钢刀切割着自己的皮肤和经脉一般 杀戮天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 但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破解这样的手段 他终于开始后悔 自己真的不应该轻视眼前这个叫李斯特的家伙 可惜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后悔药 他已经跌入到了李斯特编制的圈套当中 短时间内根本没有任何反败为胜的可能了 李斯特开始享受着自己这场胜利的成果 并没有急着第一时间将杀戮天王完全抹杀 他要让对方真正的感受到双方实力上的差距 果不其然 就在接下来的一瞬间 李斯特开始将自己体内无比强大的风属性魔龙之力 凝聚在自己的掌心之中 幻化成一道通天彻地的风属性剑芒 朝着下方杀戮天王的本体批展而下 仅一个照面 杀戮天王所拥有的全部骄傲 全都被李斯特这一招无比狂猛的进攻 完全碾碎 他也终于意识到 自己根本在实力上没有领先对手一分一毫 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自己还用那般轻慢的姿态面对李斯特 得到这样的结局也是他咎由自取 兄弟你敢不敢放开我 怎么光明胜大地来对抗 如果就这样结束这场战斗的话 我就算做鬼也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这根本不是我原本的实力 你敢不敢给我一个正面抗衡的机会 我会让你见识到什么才是属于我八大天王真正的力量 李斯特哈哈大笑了起来 又给自己点了一只雪茄 用一种十分完美的眼神 俯瞰着下方已经深陷淋雨的杀戮天王 你这家伙说话能不能过过脑子啊 拜托 我几时说过自己是什么正人君子了 自打老子踏入修炼意图的那一天起 我就告诉自己 不要相信任何对手的连篇鬼话 你现在已经落入到我的手中 我怎么可能又重新放过你 再给自己增添更多的麻烦呢 你我之间根本就是生死大敌 永远也不可能产生第二种关系 实话告诉你 今天地魂战团和荣耀战团之间 只能有一脉存活于世 今日就是你们地魂战团 被这个大陆彻底遗忘的日子 我们双方从来都是不死不休的关系 所以现在你唯一需要做的是 交代你的遗言 如果心情好的话 我会将你这段遗言 转达给地魂战队的某个人 杀戮天王不肯受辱 咬紧牙关整个人目自欲裂 发出不甘的一声怒吼 而后开始疯狂调集自己体脉当中 所有修炼得来多年的底蕴力量 想要在最后关头绝地反击 冲破这一切特殊的阻碍 然而接下来 李斯特做出了这样一个动作 却是彻底浇灭了杀戮天王最后的一丝信心 你还想挣脱吗 对不起 你的想法有些天真了 我绝对不可能让你挣脱出我的手心了 李斯特的话音一落 开始第二次凝聚自己强大的风属性进攻 只不过这一次 他利用风属性漩涡 凝聚出一道无比精致的风属性法阵 当这法阵完美成形的一场 杀戮天王周围的虚空 竟然都被这风属性强大的魔龙之力 卷国的支离破碎 这种力量强度 已经超越了杀戮天王能够应对的力量极限 他也终于明白了 今日恐怕真的是自己葬身于此的日子了 再也不可能有任何奇迹出现 因为八大天王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对手 而这个李斯特原本看起来 应该算是荣耀龙旗战团当中实力最差的一个 却不想都拥有如此恐怖的实力和底蕴 他们根本不可能等到自己任何的支援